欢迎回来 在我们刚刚讨论跟保险理赔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保险理赔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 就会有跟保险公司不同的见解 那您平常有任何跟保险有关的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打电话到由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 所成立的保险教育者服务中心 线上都会有义务的顾问可以帮助您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上班时间 0288665238 那这个基金会已经三次得到台北市政府 跟教育部颁发的推展社会教育贡献有工团体奖 那顾问们的都是义务的 所以您可以放心 不管是健保劳保 或者是跟商业保险有关的问题 顾问们都可以协助您 或者您可以上现在保险资讯网 去把您的问题写下来 那我们刚刚回来讨论刚刚的话题 我想小朋友在手术之后的照顾的难度 一定要比大人要难 对不对 至少小孩子他不会说他哪里痛或者怎么样 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手术 术后父母亲在照顾上应该注意什么 那有没有很多父母亲常犯的错误 就是我想我们第一个是要找懂小孩的医生来做 那其实小外科的这个产生 就是因为有一群懂小孩的外科医师来做 那他会站在小孩的立场想比较多 比方说止痛针 要打止痛针 那大人都是这样打很痛 那小孩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用静脉的方式 那再做一些剂量的调整 一样可以达到止痛的效果 再来是换药 家长会觉得要一直换药 其实每换一次他就痛一次 于是我们会衍生出一套如何 如果是干净伤口其实少换药的一种政策 那这样来治疗是比较好 那再加上家长很忙 像我们在新北市 那个家长其实比我们还忙 那等下一请假就可能会 这个会被老板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也有人 我上次有看到有人请阿公阿嬷来 那你就要找好你的后援 也有人请看护的 就白天来协助照顾 我想他保险应该买得不错 那所以以皮肤科来讲 如果是皮肤科手术的术后的照顾 应该注意什么 或者说病患本身常常犯什么错误 有没有 现在我们大概术后都会跟民众 很好的一个卫教 最常见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他伤口碰到水 你越少碰到水 你越减少我们术后的感染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 有时候会忘记的就是 有些伤口我们因为缝得比较紧 那脏力会比较大 那如果我才忘记 那些都不痛 然后就开始跑跑跳跳 或者是拆线完又没有 马上就开始恢复正常的运动 那有时候伤口又裂开了 那又麻烦了 那又再重新再来缝一次 所以大概就是注意它的一个无菌 还有一个伤口照顾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应该是还好 不会很困难 那以小外科或皮肤科来讲 比较常见的术后的副作用 或者是感染或等等这些可能是什么 最常见的确实就是感染 伤口的感染 那大部分也真的就是碰到水 就是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会流汗 倒不一定他真的自己碰到水 所以我都知道他们万一真的有疑虑 就要提出来或早点回门诊 先看伤口这样 那保持干燥是比较要紧的 皮肤科呢 皮肤科大概是 也是一个是怕感染 再来就是怕伤口出血 瘀青这些 造成他的一个不适状况 那另外就是真的比较严重 就是伤口又裂开来了 或者是担心术后伤口不好看 因为有些我们比如说 位置什么东西都会有 不一定都藏在身体里面 有时候就在一些很敏感的部位 在脸脖子或在手 你如果一个不好看的疤痕 有时候你每天看到心情都不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副作用的并发症 这些过去在医疗显得 理赔究分也不少了 那目前的状况有改善吗 以前的医疗是为了这个后遗症 跟并发症有所争议 那现在大家在这个产业竞争 所以一般在这个后遗症并发症 就是主要是这个直接间接 这种关系的治疗 主要是医疗行为必要 一般的保险也现在 就是已经进步到说 不会去特别说 并发症就把它除外 那个后遗症就除外 除非那个条款 上面已经有写清楚 它就是没有包含 这个并发症跟这个后遗症 那当然如果那样的条款 它应该就是把 费力机主要剔除掉了 那一般来讲都是 病发症和病症都包含进去 好我们过去买医疗险 都是就是医疗险 那现在又有一个手术险 那这两个险种的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医疗险又有手术险 我们早期在讲说这个医疗险都是分 十支十副险 跟看收剧的跟定额几副险 那定额几副险又会区分就是 日额型的跟手术型的 那因为手术越来越进步 随着科技越来越多样化 所以就演变出来说 单纯为了这个手术又开发一个商品出来 那样的手术的一个项目跟保障 会比一般的医疗险 针对手术部分会比较完整 那那种通常那个手术险都是定额几副险的 就是一种补他的这个医疗费用的不足 所以一般我看到民众他买的就是 我的一个主约 不管是健康险主约或受险主约 下面会附加十字十副型 然后再要不要再考虑 再加一个手术型的那个定额几副 或者是一般的住院的定额几副 那您刚刚节目中一直强调说 是不是医疗所必须 那我们就讲刚刚讨论过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皮肤科医生认为 我这个疤应该要去疤 那我这疤可能是过去车祸 或者什么造成的 或者开刀造成的 那像这种去疤这件事情 手术型负不负 我们就会来看说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案例 如果是他在治疗的疗程 不管他是一个车祸外伤 或者是烧烫伤 在皮肤科医生治疗疗程上 必须要的这个植皮的 或者是一些肌肉软缩的情况的处理 那种都是算是一个治疗的情况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 不能陪的是说 他已经这个伤势治疗疗程 已经完成了 已经都痊愈了 那已经都有可能都半年 一两年后了 然后才要来处理这个去疤的问题 那样子就是比较属于明显的伤害 当然明显的这个除外 但是有一种特别是脸部的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一个外伤 他会拿这个去疤膏在医院里面 那我们就会考虑说 在这个十字十复形的部分 会在杂肺里面 或者是伤害医疗部分来看说 因为这个是有某一个部分的一个必须性 但是他如果去疤膏可能拿了好几条 那以后是要备用 那当然那一部分就应该是要扣除的 合理的一个医疗费用里面 在疗程里面 我们会尽量来保障 您刚才提到说 如果他在治疗后经过两三年 这经过两三年是有意义吗 或者说我只经过一个月 我们通常会来尊重就是说 在这个保险公司也有顾问医生 那我们除了就是在这个临床的医生的意见 我们也会咨询我们顾医生说 那他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功能重建的问题 我们虽然说在这个美容外科整形 刚有看过那个除外责任 可是还是有一个淡数就是 如果是重建其基本功能 所做的这种必要的整形是不在此线 就在保障范围 所以还是会来咨询就是 甚至不排除就是在除了就是医院的医生 跟我们顾医生在寻求另外一个专业 专业第三者的医生的意见 看它是不是一个基本功能重建 基本功能有含社交功能吗 社交功能一般是比较没有含进去的 那我们基本功能再来 民众怎么在判定 因为我们看这个医美这么发达 就知道社交功能一定是重要的 对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怎么来判断说这个基本功能 就是健保现在也要考虑进去 如果说在健保上 它是一个重建基本功能的话 健保有些它是包含进去的 那如果完全都是属于美容 那个健保一般都是不给付的 这也是一个原则来做一个参考标准 好那以两位医生的经验 如果你们的病患在要申请领培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经验说 客户比较容易遇到的困扰是什么 比方说什么病或者什么状况 就是其实医小外科比较多还是先天 到底可不可以付 不过我也发现最近几年 蛇系带的这个手术本来好像不行 但最近这个蛇系带门诊手术 他们就说这个可以请申请 那这块另外就是刚刚林经理提到的 这个除八膏的问题 那因为小朋友他不容易贴 你看到这边贴个胶带 就一直撕掉 其实很困难 然后于是就只能涂 因为在美美的脸上 他的人生才要开始 那一般来说 如果加上这样的一个 这个保险的一些 腹肌其实是会比较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